我們今天 回到我們今天的議題 今天很快的一個小時 我們要談的是有機農產品 商品化跟行為 最主要我會先把它聚焦在怎麼商品化的部分 那這個我想從農產品到商品 它是一個不同的一個階段 一個層次 那這個教材是那個農民學院開的 就是我們那個農事所 這去年寫的一個教材的教案 那我們就快速看過 一般來講要商品化大概會先充 這四個就開始做分析 先從政治 經濟 社會跟科技 這是最最簡單的 就是說最重要一開始我們要先抓 就是說我現在如果要把農產品上品化的時候 我要考量是哪一些藝術 像政治的 經濟的 社會的科技 那這個政治當然會發展的就是 未來的政局變化等等 那這個經濟當然也會看到成本的中國經濟 例如說大家看到未來的一兩年經濟綜合不會太好 那可能這樣明年也不會太好 那這個股市經濟的部分 那社會發展的整個變遷 那再來就是現在科技工具 我想很多小農現在都會用FB在行銷 那有一些社團有一些社群 他是真的有行銷的能力 真的在上面只要把好的東西PO出來 會有人跟你買 因為加入的有很多是消費者 那也有很多那個FB的社群 加入的全部都是有機的生產者 所以你好像產品在那邊PO了半天 是按暫停對單是不會有的 所以這個就不同的一個科技的一個使用 那我們先看一下 政治環境當然發展的就是 怎麼樣缺乏那公平的 那我們這個可能就快速看過 以目前我們台灣的狀況來看 是未來可能很多人在財產明年 總統大選完之後 可能大選人會是誰 然後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兩岸會不會交流 我想現在整個政治的情勢 我們看到整個國際的大市場 中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他們現在重視了兩個最大的產業 除了科技產業之外 另外兩個最重視的產業 一個叫養老產業 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 那這也是台灣下一個相同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現在去看那個 大陸的養老院 像台灣有類似這種養老院 很多人 像我兩個禮拜前去看 這個比動物園還糟糕 因為他們把養老院 還是停留在舊的環境 就是那時候進去就讓你吃跟你住 但是養老院最主要核心 一定不是這個 是讓你怎麼樣活得的主點 那所以這一塊 他們正在努力的改革中 那下一個就是農業 農業是未來的一個影響 我想現在各位可能有很多人 原本不是從事農業 是後來在最近這裡發現農業 而且你來加入 然後我們在今天來的火車上 剛好遇到兩位都是原本從事營造業 現在也都在從事農業 一個在羅東 還有一個好像不知道在哪邊 他們兩個都在做農業 而且他們做的是那種叫做 設施農業、特技農業 在大樓裡面種菜 他為什麼會做的呢 基本上來講 就整個經濟環境的變化 因為他說營建列已經倒一片了 然後營臉還會更慘 所以他們在一年前就趕快發現 情況不對 通通倒來種菜了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也是因為這樣因素 所以我們就要介紹這個 所以經濟環境發援有蠻多種情況 我們可以去看他的一個狀況 那社會環境包含的 等一下我們都會 這個都是理論性的虛説 我們都會講 這包含了價值觀的轉變 這都是我們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 那科技當然是我們新的那個科技工具 例如說這個物聯網 可能兩個嘛 就是物聯網跟物聯網大陸的講法 物聯網就是Internet 跟我們上網的多種東西 物聯網就是 像以後他們所講的用手機種菜 這個當然可惜 而且已經有人開始這樣做了 你譬如說澆水要撕肥 那個只要自動化以後 就像現在最大的養機場 就最自動化的養機場 以飼養的工作 飼養的工作一個人目前的 經過好像一個人可以養8萬自己 那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飼料撕進去就好 那接下來就自動化 可以送到每一個養機 所以如果飼養這個東西 一個人已經可以養到8萬組 光是飼養而已 那其他就有不一樣 所以一個新的科技的產生 它會對整個產業產生很大的轉變 那我們看到現在最主要是網路科技 對一個發達 很多產品 很多行銷的方式也會轉變 對 那還發展自然環境 那這自然環境的部分 這個 污染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做什麼有機無毒的 就是因為污染環境的問題 那再來是 開始政府越來越重視這個 尤其是食安或環境的安全的部分 那其實政府大陸他們在十三五的政策裡面 要用服務業來帶動整個經濟成長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要讓產業做結構性的轉型 因為我們知道大陸的空氣污染很嚴重 而且還會外銷到美國和台灣 那他們現在也發現了 空氣污染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這都是我們在一開始的大環境的機會 他們現在在做整個產業轉型 要把工業的生產 再移轉為現代化工業 現代化農業就不是傳農業 現代化農業跟服務業 那他們的做法是什麼呢 他就是 要把那些工廠 高燃工廠斷掉 然後把這群人轉型來從事農業跟商業的發展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未來的相比環境的污染 那當然我們會把人能夠統計 這個我想在很多行銷裡面都會談到 到底什麼樣的民營成什麼樣的職業 他的興趣是到人的 這個人能夠統計裡面 那所以第一步先觀察 目前的趨勢 現在開始越來越重視農業 而且 現在農產比較有故事 然後安全等等 這個都是一個趨勢 然後接下來就要檢查市場 我看一下我們的市場的大小 推定一下市場的大小 然後我要賣在哪一個市場 所以通常我們會講到一個市場區域 這個圖裡面一個很簡單的 就我們用咖啡的例子 這邊是價格越來越高 然後往這邊是越來越方便 所以最方便的 然後價格又最便宜的就是貫裝基因咖啡 便利商店拿馬上就賠了 他最貴又最難取得的 不容易取得的就是那種特色咖啡店 他可能要在那個什麼 那種古坑華山 沒有很多特色咖啡店 或是花蓮這邊應該有一些特色咖啡店 那個店就開在高山上面 而且還賣很貴 那這個那裡就是不容易取得 然後又很貴 所以我們一開始要先定位清楚說 我的產品要賣這麼好 例如說像農產品一樣 今天我種一種水果 我到底要賣給什麼樣的者 我是要走高單價的 還是要走低單價的大量的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可以做 那又走在中間的 剛好在市場中間都可以 所以一開始我們可以選舉做市場的定位 那為什麼做這動作呢 首先要檢視一下這個市場的多大 那如果我們回到 剛才講到那個趨勢的變化 社會變成裡面 有一個新的數據就是 自己一個人一戶的 有沒有你知道現在自己一個人一戶的 占台灣的總部數多少 自己一個人一戶人 一戶的戶口裡面只有一個人 占百分之幾十 要猜一下 百分之三十比較接近 現在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那這個問題以後只會越來越多而已 不會越來越頂 因為日本他們現在因為這樣的一個政治形勢發展出一個新的行業 就是說以後 像我們現在的什麼就是那個 叫做人料往生之前 比較 所有的子孫都是隨時在乘 對不對 然後就讓他走了 以後的人往生是自己一個人什麼時候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像日本他們就出現一個公司 這個人往生之後他也沒有 完備了也沒有什麼親戚 所以他就有一筆保險 然後給這個公司去幫他整理遺物 然後幫他處理公司 所以這是一種代表說 一個人的經濟可能是未來的一個趣事 那怎麼樣去生產出產品 然後讓他覺得說我一個人我會想買 像現在很多餐廳他會設定什麼一個人的座位 像連那個牛排館 以前牛排 去牛排館或是去特色餐廳 通常我們都是兩個人以上才會去用餐 那現在有一些餐廳那已經可以設計了 就讓你自己一個人你也會敢走進去 所以他就做了成一排的椅子 然後坐在那個一起用餐的 像電視廣告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那廣告就變成說 兩個不認識的人共在一起 然後就一起用餐這樣 然後感覺那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未來的一個趨勢是人都是一個人的 那如果實際上的話 你不要再賣很多農產品給消費者 所以你給他考量到 我現在賣出去的商品化包裝以後 他是給一個人使用的 可能是給一個人使用的 可能不再像以前是為了一個家庭的去包裝 有可能我賣出去是五種水果 然後每一種都只有一顆 那剛好是一個禮拜餐 所以那個可能是未來的一個新的趨勢 這個就代表什麼 那不過這樣一個檢查 以後你去檢視一下市場的大橋 相關資料 例如說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自己一個人移戶的25% 以後還會成長 那代表很多是這個移戶的 好那我這些市場資料 定位有可能要設定 我只要賣給自己一個人移戶的 或者是像有團會設定說 我還是要賣給30歲左右的 或者是我要賣給的是40歲左右 我要賣給50歲左右的 往上週好像在兩個月前的一期 他談到的是什麼 我們史上最會花錢的世代大概就是 那個50歲到65歲這一群人 因為這一群人覺得自己還很年輕 那他追求的是薪資年齡 那我花錢的時候首先要買到的是一種尊重 你要叫我大哥叫我大叔 不要叫我大叔叫我大神 那個是這個世代的人的一個想法 他到60歲就覺得自己很年輕 而且他的主要的所得剛好 現在的主要的所得在這群人層上 那再加上經過金融海嘯的洗禮之後 這一群人現在很捨得花錢 因為他知道存起來錢不一定是自己的 有可能會被倒掉 所以這群人現在很捨得花錢 那這個就是整個市場資格 如果說我鎖定的是要賣給40歲以上的 50到60歲的這一群人 到60歲的這一群人 那我設定的產品應該要怎麼包裝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法 像很多餐廳如果要賣給這樣的人 他們就健康養生一定跑回來 然後接下來還要跟他的成長 背景要相結合 就是說這一群人他遇到什麼樣的那個 成長過程是什麼樣的一個歷程 最好你也是 那你就知道了 我用什麼樣的一個包裝 用什麼樣的商品化的過程 會讓你產生功能 然後這是檢視市場的大小 好 好 這裡有一個叫廢禮推定 這我們想很多快速檢查 例如說他們告訴你 這個有2300萬 你需要刷的2100萬 然後這個算算算算 這個整個牙膏刷 這個自己 那也可以從調查來 或是從政府公告 這我們想可能就自己看一下就好 譬如說吃中水果大概有多少人 那你就可以推算出市場有多少 那再去看一下我們跟那個 或者說我們 農林林公告的調查的產量的資料 的準確度可能不見得完全準確 這個有一種市場的大小也可以用 那另外也可以從產品生命周期去看 那大概產品生命周期 這個我們在數個大概有看過 就是從上市期的營收銷售開始成長 然後一直到這個成長期成熟期 那成熟期的時候 當然就是我們整個產業率就是最高 然後就一定會進入衰退 所以當衰退 如果這個行業已經在衰退 應該就趕快要轉型 或是跳入新的一個產品 這個我想 可能目標市場跟定位這裡 就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真後從進階出席裡面 就好希望看到 那等一下 我們會有一個案例 再用這種模式去討論一次 那待會最後的階段 我們就會把那個 你們看過那個 路遙故事的那個案例 請問一下有多少人看了 講義裡面的故事 有看完嗎 沒有 那先抽撒一下 請問他今年的營收多少錢 他有沒有種過香菇 沒有 沒有 有他種過香菇 三千萬 他有種過啦 三千萬 他有種過香菇 他就是因為種香菇 他一定也才去賣香菇的 就像很多人叫做煮菜 是因為煮菜太累了 當廚師太辛苦 所以是要教別人當廚師 因為他 他種的是斷木的嗎 還是太空包 有水嗎 你知道他種 這麼貴的香菇 是要太空包還是斷木 斷木 答錯了 那是太空包 太空包 他把太空包的香菇 賣得比斷木買 因為在座 每個都是農業專家嘛 所以你會覺得 這麼貴的香菇 應該是斷木 可是很多香菇 會者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斷木 什麼叫太空包 他只要這個叫香菇而已 你看他的價格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產品價格 有沒有很貴 很貴 而且是非常貴 所以你會這樣講 代表一件事情 你們都不是他的目標市場 他絕對不會把東西賣給你 因為你們不會買 所以他不需要來這邊 他賣的是賣給誰 等下我看看 如果我們去講他的目標市場 那個香菇要賣給誰嘛 不是遊客 應該是賣給 沒有去菜市場買過菜的 如果你有去菜市場買過菜 就知道那個香菇 很貴的 像我們看到那個 在LB上面賣的那個香菇 剛才看到那個小農賣的那個 好像 一斤斷木菇好像大概3000塊 這樣算貴嗎 貴啊 貴啊 算貴 一斤啦 600克 600克 3000多塊 差不多 但是喔 但是喔 在那個 古關的飯店裡面啊 可以買到一斤 2000塊左右的 也是斷木香菇 只是說大小啦 大小可能有差異啦 所以 基本上來講在不同地方 可能相同的東西 他就賣出不同價格 那基本上喔 很多產品他會一定要賣到市場的生意 例如說你會覺得那個香菇很貴 就是喔 買他的香菇的人 他不會覺得很貴 因為他的香菇 你看他最貴那個是用 那個9朵裝成一朵的那個 你們算一下一朵多少錢 一朵香菇125元 請問一朵香菇125元是什麼概念 那個還賣得不錯耶 那我們就覺得奇怪到底是誰在買的 因為像我們懂農業的人 應該不會去買 可是你要知道 全世界有太多人不懂農業 這個 就可以變成你的目標市場 這個大概是文藝青人在買的 文藝青在買的 我們有一個同事32歲 他就買過了女生 他是沒有到菜上去 他如果買東西聽到超市 然後他買過一盒 他想說這種東西應該是買來送你 人家講那個買的不吃吃的不買那種 如果說你買那盒來送你 還說得過去 他居然買回來是自己主要吃 我就問他說那你那個秋果香菇 最後怎麼吃完 他說就煮泡麵的時候 留一朵進去 這是這種混蛋 用10塊錢泡麵去煮一朵 125元的香菇 然後再打一個蛋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只有他知道 他吃的時候他覺得很有價值 所以這就是我們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理解 因為我們不是他的目標市場 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不是他目標市場 所以我們沒辦法理解的正常 所以你看不懂 代表你已經在這個目標市場外 他也不需要理 他不需要理我 因為我們都是他目標市場外的 好 所以他找到這樣的目標市場 那種不懂的人 或者是說他們懂我們不懂 真的有可能是他們懂我們不懂 因為我們不懂那一朵香菇吃下去的感覺 你沒有辦法感受出來 他也有 所以是我們不懂 所以不能怪是他們不懂 現在是環國團 是我們不懂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感受 那一朵 含有文藝氣息的香菇 125元吃下去可以到什麼 你有1000年快樂的感覺 我們不懂 因為我們不是他的目標市場 那所以他這樣目標市場 我覺得他就很疑問 要怎麼去弄呢 要把他變成非常藝術性等等 接下來市場規格就切開來 我們就針對 所以我們在上面提示的 那裡面我一概 大家知道我們有寫到就是他目標市場 是什麼 什麼規格 那一邊也是一樣 讓大家搶先爐 因為那是明天農事所的 要叫的作業這樣 我要叫的作業 因為農事所就開個10個個案 那以後你可能都有機會可以規格到 那這是一個案子還蠻不錯的 就是我們這個農業的一個創業 那情況就這樣 那這個算是比較大規模的 那其中有一些東西我沒有寫出來 例如說他這個資本的大概2000萬左右 這加2個資本 但他也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他有4個股東 就是以前他在工作的時候的朋友 那大家進來看他的股東 那當然是最大的股東 那他也種過香菇 他種了幾年香菇 所以他才了解香菇 然後才去做香菇的訪問 那為什麼他要去做呢 在這個個案裡面他其實告訴我們 就是說 因為他知道過去的香菇 種完之後就交給早上上 那他不容易做出品牌的價值 所以他才決定自己去找到有機牌 那做成現在的狀態成功 那這裡面當然也有很多種做到 包括人口頭、醫學、心理辨識 就是他到底在想什麼行為等等 這些都可以做到 那這是我們看第三個 就下輩子的檢視 這個是集中一個叫後程刺激 我想這個後程刺激 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賣菜 那他就是做安全的 跟那個有機的出財 那我們剛才講 這個叫有機 我想現在大家比較正常的應該是叫做 這個叫安全農業 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就可能叫自然農業 或者是我們叫做不獨的 不兇化的不需要農藥 那我可能種植的方式是比較偏向有機 但是我因為規模太小 因為我們太多是小農 所以我沒有去做有機認證 所以有機農業 我沒有做有機認證 那是我覺得是兩件事情 至少我們現在在做的 如果說我們規模小 的話我們就按照無毒的方式去操作 我跟你講 這個個人很有專業 那不見得一定要去申請認證 因為規模說 如果大的時候 我們去認證 你會划算 那我們看那個已經做到那麼大的 那個路遙不是我們那個案例的 他的有機的 菇 佔了營收才只有佔三成的 另外七成就是無毒的 只是告訴你我沒有用農藥 沒有撒那些油的農藥 其實我們現在農業 還有除了這些農藥做的 成長技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下一個問題可能會發生的 就是我們那個水果太甜而已 那可以很多做法 讓它變得很甜對不對 最主要是讓它不要酸 就感覺變甜 那這個 路遙是也是一種他針對消費者的解釋 他知道有一群消費者 白天要上班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去買菜 譬如說你7點下班還想回家煮飯 那最好是我幫你把菜也準備好 但是他在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把他的那個 這些菜商裡的話他用菜單的方式 譬如說我今天要炒這道菜 我就把這個料理盤準備好 然後再來的話他的 整個目標市場的鎖定 就是30歲左右上班煮 那他沒有時間去菜市場買菜的 而且最重要是他們不是經常在煮飯的這群人 因為在有很多人是每天煮的 那有一些人是想到才煮 快樂才煮 他說不是每天煮的那種人 他煮一頓飯 花很多錢很正常 那這個 起料價是499元 那如果你有上去 499元是兩個人一次喔 他煮一次喔 那他怎麼算的呢 如果說你是小家庭 三個人或兩個人 那你會這樣去想 出去外面吃一三四號一點 可能要一千塊 然後我只要花499元 我就可以煮一桌了 可能三道菜而已 那他不會覺得很貴 但是我們如果上過菜市場的人知道 然後你會有一個概念 499元 像現在菜還算貴 499元可以買多少菜 你可以買到兩隻手提不動 因為兩隻手慢慢提 這提得動啦 但是我可以買到499元的菜 我可能是要煮一個一半 或至少煮三遍 所以他的499元就是煮一餐 一餐 所以他也是一樣 螺絲從他去解釋消費者的一個 好 接下來消費者他有幾個 就是他要獲取消費者 要獲取產品的訊息 他就他知道產品是什麼 然後消費的模特兒 這個我們就 這個我們就不講 這個一樣 消費者的特性我們不講 所以他有一些特性 這個檔案 等一下會留在這邊 他有需要就可以投走的東西 但是不要外傳 因為這個是 就應該講說 就是農事手的感覺 所以不要拿去買 好 那這個是整個那個 整個消費者的一個新聞 的特性我們就 就看了 就掉過去了 這影響到消費者已經出了很多 所以我想在這個課本裡面 只是我們就不談 不然他感受是什麼 或者有學習太多了等等 什麼是福度 他的福度要存在到哪裡 他有沒有特定的族群 社會階級真的 這都會影響到 另外還有他對價值的判斷 其實我覺得在影響消費情侶裡面 他的對價值的判斷這一塊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他為什麼會買 就是因為他覺得有價值 我們覺得沒有價值 另外還有在做市場區的 經常會用生活型態 看他是很難的 那這樣商品化的概念 基本上 當我的農產品做好了 我要現在開始去想 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是一個商品 例如說那個香菇 他一開始 把那個香菇做成一朵一朵包裝的時候 你慢慢去想出來 商品概念開發 不過有沒有可能一朵一朵包裝的香菇 現在很多東西有一朵 那個行菊 最小的菊花 最小的菊花 最近在生產 好像台東也有人種 你們有人種行菊嗎 菊花沒有 那個行菊 菊花也有人一朵一朵賣 在台灣沒有 但在大陸有 我看 他種出來的一朵 菊花賣才第七塊錢 一朵小小的菊花七塊錢 他的七塊錢怎麼泡呢 他叫什麼 那個一百CC的水 泡一朵 我用那個 我用的碼就可以一泡 就是一次泡二四朵 他那個一次泡一朵 那到底在幹什麼呢 他一樣 他是在賣的是這種感覺 那在大陸有蠻貴的一塊 他在賣的那種行菊 那他是真的單獨包裝 那用一個塑膠的把它蓋著 所以你不會壓到 他放在 因為他不能見兩框 所以他放在一朵盒子裡面 打開就是一朵一包裝才買 所以像那個 陸療故事的香菇也是一樣 他在開放他的產品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先去把那個最貴的 那其實最貴的是中攤商不要的香菇 因為我們知道香菇太大佛 他那時候就發現那個 種得很大火的香菇中攤商不要 所以他就開始反過了 然後印象超過的時候 他把香菇種得很大 然後再做成單獨包裝 然後把它賣給那個 對香菇沒有傳統認知的人 有新的認知的人 所以他給做到 把那個產品開發出來 接下來他就找到一些 找出市場有前列產品 所以說你看那個案例裡面 他有很多產品 我覺得他現在目前是 他的狀況是因為有壓力 他才成立三點了 2012到現在2011 可是因為是有股東的生意 經常會遇到一個股東 會問你說 他怎麼還要賺錢 什麼時候分紅 股東竟然會這樣 他不是投了投錢 他什麼時候開始分紅 所以他就有壓力了 有壓力是什麼 他要開始衝贏的時候 他要開發更多人的產品 他原本他只賣一個香菇 那最早的設定的理想的目標 是要做永期的香菇的白木 就這樣而已 那到最後他開發 那個菇的餅乾都出來了 那菇的餅乾就會開始 違反他原本的核心價值 因為一開始他做純天然的 但是你菇的餅乾一定要加一些 要加一些東西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個菇的餅乾就知道 一定會加一些東西 他最多就比較不能做到純天的 那甚至於菇的餅乾 他必須有一些東西要從外面進貨 那就不要怕走到有機或無機的白分子 來保證 在那個產品之中 所以他產品就變很多 那整個核心價值就轉變了 但另外他也開發了一些其他產品 譬如說他有一個產品賣得不錯的 一開始他發現說設定在這個高所的高價 這個高所的族群裡面去賣他高檔的香菇 跟木耳 這有市場可能性 但是他後來發現說有一些人 他可能也對他的品牌產生興趣 但是那個香菇太貴了 他又不會補 所以他就在開發出那個料理包 他的菇的洗飯 還有甜的甜粥米 那一種他就只要打開一泡就好了 他又輔了他的品牌 他就變成木料市場 就變成蔡菜市場賣去的 他加上那些產品他的價位蠻低的 他其實也很貴啦 因為一包料理包賣50塊錢 然後料理包賣幾塊錢 他倒下去這樣 其實如果你有上那些品牌 就可以輸入入料肚子 你就會找到訪拍的微店 教你怎麼吃他的產品 然後他要教喔 因為他既然賣給是不懂的人 那就要教你怎麼吃這樣子 他要教你怎麼泡料理包 他要教你怎麼泡料理包 你跳理包應該每個人都在泡網對不對 但是他要教你泡 但是他們的泡網 你看到影片之後 原來泡菜我們泡得這麼優異啦 這樣啊 因為我們不會 好 那接下來就是開始做精神的東西 做10號的分析 這我講的就不假的 那要去找出來 有哪一些跟你一樣的那個產品 市場再上去什麼 這個我想可能就不用看了 可能就不用看這些 再來是定價車 定價其實就只有三種 三種定價方式 第一種就用成本定價 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加一點錢定價 第二種定價的方法 就是用競爭定價 就是別人賣多少錢 我就賣多少錢 所以定價不就這樣嗎 你們的種定價 是看別人賣多少就賣多少 那種叫競爭定價 如果是叫成本定價 就是我先去算我的生產成本 算完之後 我要賺多少錢 把它加上去 叫成本加碼定價 然後接下來 最後一種叫做 價值型的定價 就是我去看 我創造出那個價值 或者說消費者的需求是什麼 我把這個價值創造出來 我再用我的價值去做定價 像這種價值定價法 你看 我們在講那個 路療故事那個案例 他的定價是用價值型定價法 所以他賣的會特別貴就這樣 因為他先創造出 品牌文化故事 然後接下來呢 在了解消費者覺得這個產品 有一樣的價值 所以他就可以把 普通的香菇 倒裝上去的話 就賣一個很貴的價格 那當然他的香菇也不普通 他只做一季肚知道嗎 他強調幾個特色 第一個冬季的香菇 那這是什麼創造出來 冬季的香菇 除了有季肤肚之外 就是冬季的香菇 他一年只做一次的香菇 然後再來就是他烤了一點乾 他說目前他的乾燥程度 已經可以達到95% 他最難烤是那個香菇的地 那香菇餅 那是最難烤的 他說如果他能夠把他烤到99% 乾度的話 那味道就會不一樣 因為香菇的乾度 不討會影響到味道 那當然在生長過程中 溫差也是主要的因素 所以這個香菇這個產品 蠻有所在不同的地方送出來 風味不一樣 那他選擇是南斗山區那邊 他覺得那邊的味道風味最不一樣 所以就把它烤到最乾 然後再加上那個有季物 等等 然後再加上冬孤 他自己寄 這去形容他的特色 就這邊不一樣的取得出來 但是你要知道一年只做一季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嗎 一年只生產一季 冬季的時候 只生哪一季 最大問題在哪裡 產量不夠 不再是庫存 問題很大 我們看他那個工廠 他在這一間的五輩大 對板香菇 大概這間三倍啦 五輩大 對板香菇大概三倍啦 因為六輩不能跌很高啊 就壓壞了 大概跌兩層啦 全部對板香菇 他又不見光說要被射數 然後在裡面抓著 全部抓滿香菇 因為他工間生產量賣一層 接下來他做這種品牌 又遇到一個困擾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產量不夠啊 所以他有一個大陸的 那個 也算是生意的 發現哇這個東西呢 兩岸大概只有他把香菇這樣管 所以他知道這個東西 如果到大陸去啊 只要像那個昨天掛棍結一樣 或是他們還有一個 現在還有一個那個 銀點卡的領域客戶 銀點卡現在自己也在做喔 你在做那個電商的部分 他們怎麼做呢 他把那個 每個月刷卡的金額刷出來 刷卡比較高那幾個 就是他們的領域客戶 他們會推出那個優選產品 他就先給這個領域客戶 那個都是秒殺的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說 我把他類似送到這樣的一個 市場裡頭去 因為大陸市場畢竟沒有大很多 所以他就跟他講說 我要跟你進多少貨櫃的那個香菇 然後他聽完之後他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賣 因為如果他當時結下這領域 他應該在6月就停業了這樣 已經沒有香菇了 因為做品牌他這樣不斷的香菇可以賣 所以他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跟障礙 也是在於他的那個香菇的 那個貨櫃的部分不足 那再加上他想獨立很多人 居眾有些香菇 不過跟他配合的農民 除了自己的親戚也配合 就輸出過過的配合之外 其他的人都都不願意把他這個農 因為大家也是比較習慣平常貿易做的 所以這個定價的話大概就三種 你是要用成本 或是要判別什麼一家家競爭 或者是用創造完了之後的價值 去做價值的評價 所以這邊是我們的整個價格 一個定價發售 那我們現在看一個商品化的流程案例 那這個看完之後 等一下換我們用這個路遙故事的案例 把它套到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講比較慢的 這有人知道是你們家嗎 是誰家 是誰家的 我這樣就不用講你們就知道了 那你們既然都很清楚 那就很容易了 我們現在用這個案例 用剛才那個很討厭的那個模式 拿六個步驟來看 他到底在做什麼 好第一個 這個配十分期裡面 就是趨勢分期 那先看到就是那個 一個法之後 農業可能會受到衝擊 所以很多農產品 賣付出去 所以賣付出去的水果怎麼辦呢 他把他拿來做成冰化 那不過我覺得這個人就看你怎麼講 有對也有錯啦 因為他的做法是說 我要幫助農民把這個聖母的水果 處理掉 所以我把他做成冰化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會美化 像行銷 行銷或是說這個產品 怎麼賣呢 講法是很多人講的 例如說 我們最近有看過那個做 做那個柳丁餅乾的 他是講的就比較好聽了 他講法不是去處理那個 剩下的水果 他講的就講說 我們這個未來追求風味的 這個獨特完美 所以我們選的是 全手的自然落果 來製造手工品牌 什麼叫全手的自然落果 喔 比較笑 但是他講全手的自然落果 這個名字跟地上剪頭差很多耶 這個叫全手的自然落果 不是搶踩的喔 這是全手的自然落果 那基本上就是地上剪的嘛對不對 柳丁 柳丁如果是全手的自然落果 柳丁有人反方案比較行嗎 好像也沒有 沒有 所以全手的自然落果就是地上剪的 所以 但是他的講法不是 我不去講這個美化的名字 我告訴你我這個就是那個 主持人給他做的 大家也知道 好 那接下來之後這個 這個茶改種那個水果 所以那裡就很多都是水果 他生產過剩的問題 對付平等 所以這裡面他有一個價值觀 就叫公平貿易的價值觀 也就是你今天如果來吃我的冰棒 就在幫助當地的農民 讓他們獲得平等的對待 這裡面又有一個 那個社會的情懷 有一個對這個農民的關懷 來給一個清潔在 所以 這個 握手麵花金是怎樣 所以 如果他這樣看的話 你感覺好像他是用那個 要丟掉的水果來吃 做品質的冰棒 可是水果要做冰棒做飲料 一定要全手才會香 才會火香 所以這邊他可能 就不會用我們那種想法 如果是我的話也一定會講 我一定會講這個 我們會講前面這段 後面這個呢 我們會講精選全手的水果 來精緻冰棒給豬衛客人吃 所以這會造成 我來不去 這是他的一個整個社長出燒 所以他希望農民能夠獲得健康 要吃的人健康跟人 然後這個 跟民的人獲得相對收穫 這個裡面這一頁講的叫 社會企業農民教育的概念 現在很多農民 小農都有這種社會企業的概念 產品都有這種社會企業的概念 好 接下來呢 他就想了我怎麼樣去保存這些產品呢 可以做成一般來講這種 商品化過程 我可以把它醃漬起來 曬成乾 大概這種做法 另外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他能動起來 對不對 所以他能動力保存 再來也是因為 全球暖化的問題 所以越來越熱大家喜歡吃冰 他們這樣想法 他就可以做冰 那一開始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就算不是最後等到成功之後 大家就幫他講故事 然後這個他就做市場檢視 大概41的人 那杜老爺就賣了球衣 請問杜老爺是哪一個集團 我知道 杜老爺是哪一家公司 你們都不知道 因為他這個就是品牌的名字 得不懂 杜老爺是在做肥皂的 南橋水晶肥到杜老爺 沒有穿不起來 當然不能讓你穿不起來 當然你知道 如果今天這不叫杜老爺 叫南橋冰淇淋 你大概不敢吃了 因為你會想到他的水晶肥 那他們董事長 跟我們學校演講說他講的 其實還有一個產品 叫歐斯麥比開 也是他們的 也是那個南橋水晶肥 但是他會把他們的南橋兩個字 藏起來他也看不到 因為他是兩個不同的品牌 南橋是聚焦在那個 那個清潔用品 肥皂上面 他就講說 基本上這個沒有 他說有人說我這個叫做 非專業的多角化 他說我還是相關多角化還是專業 因為這個都用油脂做的 做肥皂用油 然後做杜老爺用油 但是我們不能誤解 這是兩種杜老爺用 接下來他又講到一個 冰淇淋市場大概40億 這邊其中這個 冰淇淋 這個就屬於高單價 我跟妳講到 這邊賣的冰 大概會賣出300萬隻 就在夏天的時候 只要溫度增加山路 就會增加300萬隻 就像那個什麼便利商店 他們最賺錢都是夏天 所以在指南投資便利商店的股票 就是在 從歷冠年之後買進 那只到那個夏天過了之後 再把它賣掉 因為夏天他們會賺很多錢 尤其是那一年的夏天 如果特別熱的話 生物越很好 因為他們夏天很熱的時候 大家就去買掉 在到便利商店裡面買掉 所以今年在夏天之前 那個手搖的茶椅 那個茶攤 被檢驗出很多油 那妳在懷疑這個 背後是不是便利商店 去下了塗手料 因為妳不敢去買手搖飲料 的時候知道 跑到便利商店裡面去買 不然找的飲料 合理的懷疑 因為妳看農 妳知道暑假夏天之前 那個手搖飲料幾乎被打趴了 一下這家出問題 從英國來開始 一下到那一家 那一家 然後最後發現到 所以最大的火力者 應該是便利商店 不管是不是他們出手 但是最後最大的火力者 一定便利商店 我先去檢查一下 他們在四月五六月 就是七月夏天的時候 他們的民主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天氣熱的時候 天氣熱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多吃一點 就是多吃一點冰 接下來這個 年到冬天 不管冬像今年的冰鈕會賣得很好 到現在有些冰店 他們還是用傳統的思維 就是那個到十月過後 就不賣冰的 改賣薑的 但是現在很多人還在找冰店 像這種年輕就是吃冰 還可以農了 還夠熱的 那這邊啊 這整個研究 那這算年齡大概什麼 他就是主要人 吃冰年齡在十二歲到三十歲 因為等到四十歲過後 就開始叫年輕人不要吃冰 吃冰對身體不好 因為他是什麼 原刺恒溫動物 由於那個中醫的理論來講 真刺恒溫動物 所以當你吃下去 你的那個腸胃是冰的 你的內分泌一定要增加分泌 虛大溫度幾到半你就會死掉 當你的內分泌這樣進場 你這樣吃冰的 那內分泌就會失調 結果你就會產生很多慢性病 然後年紀大的時候身體也不好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應證 如果你從小都不吃冰 我相信你年紀大的時候身體也很厲害 通常過了四十歲以後他發現 他身體在腫下坡他就這樣 啊我們知道我們小時候在弄冰村 所以開始告訴自己的孫子 小孩子不要吃冰 所以他講問要是 因為還沒發現吃冰的問題 或是不覺得自己身體有問題 然後這個十二到十八歲是喜歡便宜的 那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呢 他就比較喜歡吃冰的 然後這樣子 二十到三十五歲的 這個對口感好 所以他們就比較喜歡吃冰淇淋 那再來一個就是幸福 你也喜歡吃甜食的 還是以女性為主 因為這個甜食會帶來幸福感 女生好像比較需要這種東西 所以那個冰淇淋對女生是 誘愛夜分的產品 所以那口味就不同口味 或者這個小顆粒草莓 這些就適合二十五歲以下 那再來就是看不同的 譬如說高檔的冰淇淋 他就要追求的是什麼 銀牌跟那個清華 等等 然後中檔的呢 就追求的高檔好事 他比較低檔的就是消除這個 像那個很便宜的冰是什麼 叫冰會兩隻啊 就是小學生吃的 黑檔照片就可以了 那這個曾經製作冰淇淋 比如這裡的市場調查 所以我們先調整他市場調查 那接下來他就把它分成幾個精神 就用重新跑的 我治療高級 這現在治療的長線 想說其實這個 虛榮還有品牌的人 那接下來他就開始去用他的商品畫的概念 開始去開發出大冰淇淋 這邊我們可能 只是稍微比較一下 有一些不見得是完全不正確的 這個 應該是在鹽鹽碗包裡面 他講到的是水 他用過濾的水在準備 因為很多冰 經常對人家講就是說那個冰 搞不好就自在水泡的決定而已 也沒有準備過 都很正對他的水質 很大問題 那接下來他沒有任何添加 這個果自然安全可以 他再來天然果肉 天然的紅糖 然後原地 原產地的手工成長 所以我問他是不是有 香料添加的故意廳 他是不是有跟這個人公開 延寄或工業化生產的故意廳 那工業化生產像這個 在我們的電力商店裡面 賣很多人家 其實現在人開始會去看 以前我們大家對 是東西又對便宜的東西 你不會去仔細看他的成分 現在你買東西會看他的成分 你現在只要公告 我們有時候去看那個 那一些 小朋友吃的糖果 你看看完這些的文化 實在是他不太可憐 你花10塊錢 可以買到10種上的添加錄影 有一種叫好像 有在錄影 就不要講 你去到那個早點去看就知道 有很多人打開看 哇後面那個 添加錄影的筆記成分還多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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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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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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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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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加了四成功 所以沒有彈完所以不會變化 但是有人說這種是多會吃 你必須不是天然的 那各種各種講話 我現在的趨勢喜歡吃 那當然名字也是一樣 他一開始 就讓人家試吃了三千字 他故事在哪 有一隻可以往 出一隻 然後這裡面一樣的 解決農民物解決概 還有這個回到土地 所以最重要是這句話 當你購買 他的必發的時候 不僅實際對身體健康的祝福 也購買了一份送給農民的希望 這個叫在地情緣 所以這句話就可以學習一下 以後我賣的產品 就類似這樣 我讓你吃健康安全的 同時也讓你對 這塊土地付出一些心力 例如說我的耕作人工 的方法是這個 友善土地的做法 所以當你買我的產品的時候 也是台灣最快土地 進行分析力的 那接下來也做法 那接下來當然要解決農民創 例如說吃完了這個 冰棒吃完之後 他會有剩下不同 那像現在是這樣 通常這要怎麼跟他們做 我們要先找一個點 那第二個點可能賠錢沒關係 那等到其他人就發現之後 那其他點就會觸動來找你 像我們這次去山東 我上次去山 兩個禮拜前去山東 他最主要是要幫兩岸的那個 大陸跟台灣的商人 製作煤盒 我們去的時候發現 兩岸的商人沒有煤盒起來 到時台灣去了一百多個 那個企業家沒有了 不少人 他在聊聊說 未來之後我們可以做什麼 對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其他人在做那個 他做那個監禮的 那日本 就有點像那個小林監禮 他就是監禮 那他們現在做什麼 就上面繞蜜 那他目前還沒有辦法繼續 他用手動 就那個廁所跑出來那個 射出來的那個 繞蜜的那個模子很重要 他只能用手動去壓 他們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我們每一集都做得出來 那他就是那個烤 還有披押的力道 還有時間 你要算得準 那他們現在開始 他做完之後 就一開始就整個那個 結婚的 例如說 新人最後要送的那個 謝卡 幫你快餅乾在上面 他的餅乾呢 就是新男跟新男 的那個相片 做成的那個盒子 那他說開一個盒 大概六千塊到兩萬塊 但是如果你是結婚一生 那你又做一萬片 或是做好 假如說你去 宴請的客人有六百個 開六十做好 那六百個開模 假如說花一萬 好 然後再加上一個 他說一塊餅乾大概三幾個 二十塊而已 我跟他講說 做這種看一個賣五十的 他說沒有 他還是賣 一開模的錢一個 才賣 不知道多少錢 那 那量要夠大 例如說 一塊假如是二十元 那六百個 才一萬多塊而已 然後再加上開個模 也就是要 假算一萬塊好了 一萬多塊 加一加三萬塊 所以 要結婚人來講 花三萬塊他不覺得很貴 所以那個經驗品 是讓他們開發很多 那加重點是一樣 吃完了冰棒 讓他們還可以做那個茶子使用 那接下來 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文創 他要傳電架子 我們都要來講 消費情人裡面有一個架子 傳電架子 這是一個很小的字 叫黃心巴拉 這也要找到這一群人的共同架子 那你看這次冰棒 像漫年幾歲的人 要看這句話 小時候要快樂很簡單 長大後要簡單 才會快樂 你有沒有感覺 對 你們都上目標市場 像我媽媽以前 講過一句話 我有講錯的時候 她都講說 你以前吃不飽 但是煩惱表現太多 因為以前你只要煩惱一件事情 就是 明天吃什麼 晚上吃什麼 你只要把這個字後 一起解決就好了 但是現在你吃飽 人家煩惱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現在就要讓它簡單 所以你讓自己吃不好 你就不要快樂 你怎麼知道 實在不好 因為很多不快樂都實在自己 所以她就講到 所以這句話 你看完你就會感覺 你就會想買一隻冰棒來吃 你吃進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種感覺 原來這個很簡單就很快 這個叫做什麼 知道嗎 人家會有 這個就叫做小確信 知道嗎 所以現在很多產品 它在環繞在這個上面 原來就是這樣子 不要想那麼多 吃一吃冰什麼都忘記了 這叫小確信 好 那接下來這個 它要告訴你它怎麼做 我們把它的瓶棒做出來 要洗淨 按個身體 等等 那接下來 因為有人覺得太大隻瓷管 所以它還注重迷你版的 小隻的 這也是這樣 這邊應該是跟它補程 它會合作的 這個書籤 這個 可能是跟那種動物理那邊的瓶棒 複雜的 好 那這邊就是一隻嘛 那接下來就是有這樣 對 它這應該是文創的 它文創化的 那當然接下來之後它就用這個品牌延伸了 我們通常都會這樣嘛 當這個品牌的時候我就開始用這個品牌去延伸出價值來 去賣洛神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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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一樣的 這些產品一定要環繞在在地農民安全的市場 跟原本春麗芝的這個品牌形象不能有傷害吧 它不能用這個春麗芝的品牌去賣金頭花產品 如果這樣的話就產生了大問題 所以這傷不好 所以當這個品牌 我們之後就很延伸中間來了 那這些產品呢不見是它自己生產的人 人家會自動靠果的 這品牌當然就成功了 接下來它打造這個 下個時間 好 那這大概一個 它其實它做這個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讓大家給你看到它整個延伸過程 因為它是用滷水式的 所以讓大家看到有很多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商品 比如像這種有機安全農業 最重要是讓消費者能夠看到 這個在整個產品包裝裡面也是一樣 好 那這一樣 它其實只用傳統滷水制品 就是用不同的 可以轉是有機 那這實話的東西我們就不看了 這個 有興趣的話 拿檔案回去你再自己看一下 好 那這個一樣 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廣告的資料 好 然後再來它 最近去過往事情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這個 有機農產品應該怎麼賣 我們中部有一個叫做 我們裡有一個叫做 那個梅開四肚 它那個玫瑰花 有機玫瑰花它有幾個做法 它同起來是因為那個 胡寶孫得獎的麵包 拿它的那個玫瑰花去做點料 它的故事也是一樣 它花了三年幾天 因為一開始種就會吃掉 那它怎麼讓大家知道 它的那個玫瑰花是有機的呢 我去參觀過它的玫瑰花園 它的玫瑰花園裡頭真的是 這個生態豐富 有螞蟻 螞蟻 有螞蟻就會有牙蟲 因為它搬牙蟲去吃那個玫瑰花 那裡面呢有蜘蛛 有瓢蝠蝠蝠蝶 毛毛蟲什麼都有 它還有鳥在裡面 它鳥會去吃那些東西 那我就問它說 那你這裡面 這個生態這麼多元 那你的玫瑰花怎麼辦這樣 它說 如果十朵被它吃掉三朵 我們還有七朵 我們就吃那七朵就好了 所以它那裡面 讓你看到有蜘蛛有瓢蟲 有蜘蛛有蛙蝠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讓你相信說 它的東西是蛮蟲 因為那些蚊蟲都活得好好的代表就是 沒什麼藥 因為你看那一條蟲都還活出來 然後連蜘蛛都可以在那邊 拉網只能爬來打出去 那代表那個農藥應該就是沒有農藥 那它做法就是 其實有辦法 因為就是它會讓你預約 預約之後就可以去參觀 它會導覽 導覽很快 然後接下來它就 它會教你什麼產業的話 採完之後自己去做成功這樣 做完之後帶回去 那再來就是它產品 就是豆腐載備的行銷 那它怎麼打開自己的職名錄 所以我們保住那一個 用它原料之外 它也是經常去參加這種 有金融產品的事情 那中部有幾個它都會去參加 那它參加到最後 現在它自己也講說 你目前它的職名錄 它可以不用再去參加 但是它去參加最主要目的是因為 因為久了之後認識太多朋友 去參加好像覺得怪怪 所以它們去參加這些 市集的活動 最主要是要把自己從農場裡面抓出來 不然農場裡面喔 現在大家當農夫都知道了 工作永遠做不完 你把自己關在農場裡面 你永遠做不完啊 它就會陷在那個環境裡頭 它現在自己開始會慢慢的老化 所以它就是強迫自己去參加市集 要去的時候它平常的東西買的時候 到處去找別人聊天 它說很多人要找他買東西都找不到人 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這樣賣 也沒有後悔賣 像上次我要跟他買 適合的那個玫瑰花椒 他就說沒有 只能賣一三 因為它那個量真的有限喔 所以它參加到 我都一開始也是透過這些 我都去把那產品交出來 所以它一樣喔 一定要到第一線去 所以他做產品出來的時候 他們要先去了解消費者到底要是什麼 所以讓他們知道說是值得購買 所以就這樣一開始做好 後來開始一樣網購就來了 比如說當你有好的產品之後 這些人會是從長上 或是你去找他 像陳秉書組 很多人會好的農產品 因為陳秉書現在有開農產品 那像那個路遙公司 他在台北那個松菸 他自己開了一家自營店 因為他知道說 他的產品我跟你講 他賣給哪一些人呢 賣給那個不會去上菜市場買香鍋的 他賣給十五地青年 所以應該到哪裡去呢 要到成品去 松菸的成品去 那裡就充滿了這樣的人 那在那邊呢 有沒有賺錢 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品牌搭起來 所以當我們商品的話 如果又是一個品牌的產品的話 最主要是要透過那一個過程 是把自己的品牌搭起來 所以他是從這個成品去賣 然後便利商 便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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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了 蠻厲害的 所以他這個 2012年賣了兩萬隻 他成長到四萬隻 這個 那這個 這邊那個十一不是賣哪邊 是整個 便利商店 這樣 所以他賣到十萬隻 你可以算一下 四萬隻 可以賣多少錢 那現在更多了 好 那他的定價策略 開始慢慢去買更高價格的水果 然後去創造十五坪更多水果的產品 所以他的商品化過程跟產品的開發 然後他買故事一開始就走這條路 是先從便利的開始 那像路亞故事呢 他是從最高的開始往下板 他先推出最高的 最貴的那個 相簿 那後來發現說 這個頂端的市場 頂級市場 金色號頂尖的市場 是有限的 所以他開始往下 再開發出不同產品 那這個存運值呢 他是先把自己的名其做起來之後 才開始慢慢 一開始那時候三十塊錢 所以一開始從三十塊開始 三十塊錢是個挑戰 然後慢慢再創造出四十分季的那個 季節性的產品 這個在定價策略裡面是這樣講 如果你 讓你的價格經常多動的話 消費者會沒辦法適應 那如果你讓他感覺到漲價了 他也會 那個 會不高興 所以這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就是 推出限定的 特定的 就像餐廳一樣 餐廳如果你要漲價一定要有利的 譬如說我在節性的時候 那些時間我找了一下就這樣 然後呢 那時候賣東西也要跟品牌不一樣 所以這叫節性的一個利價廣告 那我們回到這個 剛才講的這麼多之後 消費者到底要的是什麼東西 消費者他買的不是物品 而是體驗 就像買那支冰棒的 剛才那些冰棒 在買那支冰棒的時候 他其實他買的是一種 體驗的過程 我瞭解你這個產品怎麼生產出來 然後同時呢 我去知道這個產品 背後的故事 有小寶 有在地的 有愛台灣 還有你的生產模式 還有對這個IPG的觀念 等等 還有文狀的 他買的是這個 體驗 換冰棒就是冰棒 那這個 如果我們從那個整個 一開始的PASS分析 裡面也是一樣的 其實整個 世界是在轉變的 就是說消費者的幅度很重要 假如今天 我們大家都沒有讀書好了 我們要買的東西是什麼 便宜好吃大碗就好了 你去跟他講這個的故事 想跟他講什麼的 照出來的 他一定告訴你說 不要跟我講這個 這個我不管 便宜給我就好 我就買最便宜的膠 可是現在大家開始都 有思想 然後就認為說 自己應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對了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 大家慢慢的 對那種美學的數量 是會以日俱增 就吃飽太險之後 就開始追求 追求藝術跟美學 所以大家對美學 越來越有數量的時候 你喜歡的東西 你不再在轉變了 不再是產品很深 但是他附加的創造出來的感受 那種的體驗 再來是科技的話 科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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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回過頭去看剛才他的冰箱 他的冰箱有沒有做的比別很漂亮 他的包裝比別很漂亮 他已經不再傳統包裝 如果你去想一下 想一下那個台航或台電的冰 他有包裝 他就一個很簡單的塑膠袋套子包起來而已 所以他的包裝的顏色是平分的 因為這個代表有點快樂的嘛 你看 一價十二娃的感覺 再來是快速時尚 十兵也可以是很時尚 就像喝那個咖啡一樣 買一杯那個85度C的 買那個Startbus的 或是買那個SilicaPay都一樣 那都是這種非常有快速時尚的感覺 那到最後呢 追求自我意思 要賣你的社群意思 一開始我們講的 是我們自己 怎麼去做這個產品 那到最後他賣的是什麼 我們這家公司的自己的社群意思 因為包含了我對在地的官方 對公平貿易 所以我告訴你一隻冰棒50塊錢 很貴賠說 原因就是因為我跟農民收購的時候 買的也很貴 因為我給他一個合理的價格 所以如果你認為小農是應該被支持被照顧的 那請你不要嫌我的冰棒一隻50塊錢貴 因為我在照顧小農 所以你買的你也在跟我一樣照顧小農 社群意思啦 所以這個整個商品化的過程可以想到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整個時代趨勢潮流的轉變 為什麼農業會有希望最小農民在這 這個是 這個是審方正寫的文章 他講到這個高檔業客訴訟的轉變 20年前或是30年前的台灣 經濟剛開始快速奔波發展的時候 就像被禁車當攤出行的中國大陸 他們追求什麼名貴的食材 在比的是這一桌幾萬塊的名幣 這一罐 他們那時候最貴的那個白酒 他們的那個茅台 打開一罐茅台就是一部汽車 有沒有 其實吃飯我們喝了這一罐 就10萬塊的名幣的茅台 那這當然會引起小金品高薪化 因為那個開始大家要比這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也是名貴的食材 你去看兩三年請的大陸吃飯就這樣 我們曾經在大陸吃過一桌6000塊的名幣 然後那一罐酒4000塊的名幣 你那一桌吃下來花了一萬多塊 你就10個人而已 他也沒什麼 但是他就是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高雄說這個都是很貴的 很貴啊 那一桌五萬塊 這個什麼叫名貴食材 比的是什麼 魚是鮑魚 鮑魚要很大顆的 魚是又很好的 然後再來是 最後的湯甜點一定是醃多的 沒有 早期就這樣 再別什麼 一櫃食材 那後來開始呢 大家發現說這個好東西都吃多了 所以這些到達反而開始來吃 因為什麼都吃過了 好我讓你吃一些比較齊比較巧的 加上吃一些口味多一點 所以那個時代就進入叫做 小菜比煮菜多的時代 所以那個煮菜還沒來 整桌都是小菜 而且 藥酸甜苦辣什麼都有 小菜有多 然後最近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 他們在高檔念課的時候叫做 食材來源 我告訴你這個叫做產地直送 產地直送這個名字我們應該都耳熟能詳 這個叫產地直送的來 然後這個種的人呢 是誰 哪個小檔 他只種多少 他的東西只有三個人在吃 就是我跟郭台銘跟張忠某這樣 原來這兩三個人 但故事是真是假的 你知道嗎 他來講就只有三個人買他的產品 因為他面積很小 張忠某跟郭台銘買完 剩下的都是我的 這是食材來源 所以他在講這桌菜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這個菜是在哪裡種的 然後怎麼種出來的 他是用毒毒的方式 然後這個是有機的 他是全部講出來的 食材來源 我們飯肉的水果是什麼 這是有品牌的 雖然他產量不多 但是也是有品牌 還有一定的知名度 這個要排隊的 所以這個就是到新的時代 剛才一開始講食材來源 故事消費 這個 都是文化文化 所以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趨勢的 一個操作的轉型 就是不同的一個做法 好 那我們農產品如果要商品化 可以參考什麼 大概是這些 我們剛才有講到一個 這個叫做小確信 小確信是日本的講法 如果東西要賣到大陸去 你講小確信就賣不掉了 要講微信服 小確信就是微信服 但是針對不同的人 你要講過來 就今天來的那個 觀光客是大陸人 就叫微信服 不能講小確信 所以這些大概是整個 我們農產品商品化的一個參考 例如說要有解說自小 還有品味 食物理神 小龍經濟 敬天愛地等等 對這個友善土地啊 等等 家庭自私的天然流出的 那種我們剛才講的 公平貿易啊 在地情懷 或是我們剛才講的 民創的養生的 這些都是 這些基本上 其實我們在做農產品商品化的時候 那你會把它全部放進去嗎 其實不進來啦 哪一些是你真正可以操作的 你比較方便操作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那你把它放進來之後 至少讓人家感覺到說 你的這個產品本身呢 商品化的人 這個產品裡面呢 是有內涵的 所以我今天要把我的產品 商品化的人 可以考慮這個 那另外還有時候 我們會進來的 這個是嚴選的 像那個 我們這個路遙公司裡面 他也有告訴你嚴選 他告訴你 我是選那個最大朵的 才做成很頂級的品牌的有機箱子 有機的 然後又是最大朵的 所以那個不多 那一盒就九朵而已 而且一年的產量也有限 所以他是有嚴選的感覺 然後感覺到說這種東西 很不容易才能買到 那接下來之後 其實像這種商品化 剛 要把單價拉高 他們的經常的做法 都是小包裝 這個在賣茶的 在茶葉裡面 經常都會這樣做 以前一斤裝 後來變半斤 然後再來變四兩 現在變成二兩裝 有沒有 做到一兩 如果我們看到大陸 還有變小的 一泡一泡裝 就一泡一泡裝 那就是不同 那你變成二兩裝 一般來講 你不會寫二兩 要讓消費者 沒有辦法計算 要寫成75公克 75公克就好 所以就是整個一個 商品化的一個過程 好 但是有時候 像這樣的一個 做法 會不會有什麼操作 過度的問題 像這邊 曾經 這邊有一個叫做 童子饅頭 你看喔 就饅頭而已 饅頭他也可以做成這樣 這個還賣得不錯 雖然有很多人買了之後 在 這個在VB上面 他還給他回覆說 吃起來還是一樣的 就是饅頭 那因為饅頭 是在平常不過的東西 一樣 居然可以在網路上賣 那你看他講的是什麼 第一個 老面發酵 產品的什麼 吃來損 健康食材 然後 結果很努力很努力 所以其他發酵是健康 那不同故事 所以饅頭的重量是情感 饅頭的美味是健康 就是饅頭 但是他這樣講完之後 好像有感覺的人就覺得 這個理性不再是饅頭了 是有情感健康的饅頭 所以他希望他吃進去的是 學問這件事是文化 所以饅頭已經不再是 讓你吃飽的 是要讓你吃了之後更有文化的 那我這個是打一個問號 是不是超多的 如果我們覺得是的話 可是他還是賣得很好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代表我們 可能離開這個市場 已經不在那市場去 他有格子進來那一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機動態的女商劇化科安法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故事 換他自己來講一下他怎麼做的 有一個短片 那個 多多幾個 将陈总经理介绍他的展 像尊丽芝的那个影片也满足了 好像只有三分钟还是四分钟 先讓他暫停討價 回到這家他開的是一家公司 他用一家公司然後有一個這個品牌 那如果你有看他的歷程他最早是在種香菇 那後來他種一種之後他開始去思考 比如說我們的香菇都賣給中攤商 那再怎麼有品牌就是要說地方品牌 就是說你這個香菇是哪裡的品牌 我們經常會用一個什麼玉米的米 什麼品牌當作品牌那叫地方品牌 那為什麼香菇不能有自己的品牌呢 所以他開始去想要用鹿搖 鹿就是那個國姓江那個國姓江的水路 他搖是他那邊有多搖曳 所以他想說鹿跟搖是當地的特色 就把在地的特色拿起來 那種不是香菇所以叫做鹿搖孤士 那為什麼用鹿呢 因為水路對環境的要求 養水路的環境要求很高 那個如果水路吃了草油3公斤 那水路就死掉了 鹿是很愛乾淨的 是對環境要求很嚴苛的一種動物 所以他用這個來 讓大家感覺說 我種香菇的環境是非常良好的 那所以他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的是 研發台灣溜植菇類融化 是他的定位 他只做這個 所以一開始他只賣東菇 那個有機黑木 黑面白配的木 所以他用生態工法 一年只生產遺跡動物 那為什麼一年只做一機 因為要種有機的 夏天種那個蟲子太多了 不好做 所以他乾脆就選擇冬天做 他還告訴你他的故事 在一開始的時候他發現 先幾年他要做有機的 被人家笑 然後那個香菇都被動了 所以最後他發現了 乾脆就選冬天做就好了 他既然是品質最好 因為冬櫃是品質最好的 最像的 因為溫渣夠大 所以他會像 你說水果也是一樣 這場通常比較溫渣 過大的蟲子 接下來他 盡可能追求完全乾燥 36到38小時 一般這種溫測 一天啊 20小時他更長 另外他是全台灣第一家 通過有機認證的那個 香菇烘焙的那一場 他通過有這麼多 神餅 有機商店 零手術組 還有百貨 等等 那我們 在那個案例裡 如果你有看那個內容的話 如果你有看那個內容的話 看一下他的故事的內容 那就是全部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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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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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這個 網路不通 所以我們就直接 直接用 那個 我們就把這個故事帶過 等一下我們會用十分鐘的時間 有位人看過這個案 個案之外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沒有寫到或是你很想瞭解他 看過以後覺得這裡面有什麼怪怪的你想瞭解 我是直接把它定成那個叫做 這是農事物教學個案 他原本是熟識機械業的 他回去後 那他的個案歷史背景 他最早他為什麼會去種香菇 那他最早成立他本來是打算把香菇的技術帶到國外去 你知道國外其實這個香菇有分成機種 一種是鮮實的 他一種是那個我看他鮮實的香菇有一定的市場 不過大陸或是說國外在生產這種都類產品 他規模沒有大太多了 因為他沒有都是資金 那還有來自國價錢 經常一投入之後 金額都是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怎麼種 規模都輸他 那所以他後來開始了解 這個香菇 他最早成功夫 所以香菇是為了要到國外去 可是後來他做的時候他發現說 原來香菇有這麼大的學問在來 尤其是在台灣種出來的香菇 品質又特別好 所以他在2012年就成立了這家公司 那陸瑤菇是他的品牌 這陸瑤菇是他的品牌 所以他那時候他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 品牌必須要完備 才能夠開始把這個東西講到 那個 把他整個上去抓 那你看他的作法 最主要為什麼要去講他的歷史故事 從他的歷史焉隔裡面 你會發現到 其實他的走過的路動很滿像 一開始是重 他變成觀光畫 觀光畫後 他開始一樣走那個什麼 聖先通路 那個遺法屋的通路 他後來又觀光在一起 所以他又開始做 因為他的 到2011年一開始打入那個有機的通路 他慢慢他就開始聚焦 那最後他發現到 如果沒有品牌這個產品 你再怎麼賣的話 你再一次幫你打成那種產品 所以他早期他的做法 就叫做什麼 這個 鹿瑤香菇園的包廠 叫有機人 所以他到這一點他這裡 覺醒了 叫籌設公司 他就成立了這家公司 資本的應該是2000萬 然後品牌就叫鹿瑤福士 他其實蠻辛苦的 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講到他的心理面 他講那個 他的員工都是週休二日 但是要聘人不好聘 因為大家想到賣香菇就不去了 因為這時候工作的名稱很重要 他雖然是上班 他做的也是一樣上網路叫網路行銷 不是賣的是香菇的那個 這個學生 他可能就 這個畢業的一個工程就不去了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好像去那邊就是在賣香菇 所以他說他薪資也會比電力更高 而且他週休二日 人家聘人就會遇到一些困難 他這個做法 後來他在國客來的產品 等等在那邊賣上架 然後在2013年他通過這個 手機的農糧 加工這個陣容 最重要是他還打上那個神龍槍 讓美稅長先生去賣 那他的整個賣的方式 通常我們這種農產品 他沒有說賣法還是一樣 不外乎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雞賣 另外一個就是賣段給他 當然那個整個 疊了百分比的趴數就不一樣了 他今年 他是去年還有最新的 又到那個 台北跟高雄的聖章商家 本來在台中 最早在台中 因為他可能是在台中 可能賣得不錯 所以聖章商就把他找到台北 所以他可能要出去 因為這東西很貴 但是小包裝如果 又漂亮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 根本不會在乎 不會在乎那個價格 那接下來香菇 他厚的比別更乾 所以就很量高 至於他的產品的分類 我們把它分成就是 有機身證 這裡有這個 黑麵白費乾木 那海巴的那個 香菇 再來是那個 料理菇士 蔥泡集包 這是他的其他產品 再來是他的菇類品 現在一個其他產品 還有一個 這個 五股的 五股的那個 菇訊產品 的一樣 還是在東福的幕 所以他最主要是在東福的幕 他還做DIY太空包 因為他東西蠻多的 那基本上他的DIY太空包 應該沒有壞得很好 因為他只是在網路上一起賣 因為有時候人家可能會問說 他有沒有賣那個 因為他這個賣兩百幾幾塊 一個太空包多少錢 25塊 25塊 25 20 那大量買的時候 也可以買到12塊 看哪一種不均的品種 那 這個 如果要大量賣 的話當然你會輸給 我們一定會輸給那個 輸給那個太空包的壓制產 就大概我們把它分成這幾塊 那產品跟售價 最貴的是這個 1280克 有沒有 他都不跟你講幾斤了喔 這個叫二兩多一點點 對不對 二兩1200 那我們就把他二兩 二兩1200 那一支多少 好 或者是你把它看成這樣好了 就算一兩 我們就算二兩1000就好了 所以這樣一斤八千 太空包的 這個大概一斤大概9000嘛 你自己把它算一下一斤大概9000嘛 因為這個 要變成一斤的話要乘以 大概8倍 7.6倍 再把它乘完之後 這個一斤大概將近90塊 一斤相關的 好 請問賣給誰呢 但是你要知道他有特別喔 大十寸的 因為你外面沒有大十寸的 因為你外面沒有大十寸 這就是我在商品化過程中 如果要賣這麼貴的價格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因為你外面買不到這麼大的 這是二大 二大澳的相關 那品質高品質的 有機的東址 然後最重要是單獨包裝 所以他就可以賣得很貴 所以一斤 所以他是全大澳目前賣得最貴的 那這個就理了 好 那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送 六人大澳的朋友說 你送一千了 當然就不會覺得很貴的 如果是送你就不會覺得很貴的 那還有那種自己買來吃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有機的幹東坡 這就比較便宜了 他依照大小不同定價 九十克 那你給我注意到一點 他為什麼包裝重量要八十克跟九十克 那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不能七十五克 你會直接把它變成二連 讓你很難算 讓你很難算這樣 那你不要一百兩 就怎麼樣 所以上品的話有很多技巧 這是我們後來去 因為我們剛剛問他 你等一下不要見面 等一下就不會講 但是我一定會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盯這幾個 他應該會講 但是我們這裡講 你看五十五克 讓你更難算 所以一兩多少 不要爽 但是現在都 你如果真的要算的話 你會算出來 計算幾下你看就好 有機幹東坡 這是不同的道裝 你大小不同 先讓2L 然後再來是4L 然後他的那個不一樣 他的包裝就不一樣 沒有啦 你看這兩個都是有機幹東坡 有沒有 大朵的 他就用這種包裝 他這個重量不一樣 90克的55克 好 我們那一天 有包裝的那個定價稍微算一算 有發現他還有幾個產品 有問題 就是那個價格的比例不對 那個 如果你有興趣喔 你去研究一下這個定價表 你就會發現 有一些產品 他的定價 逼出了問題 好 然後接下來之後 再來就是這種 叫木耳 木耳你看他還是45克 請問45克是幾兩 45啊 什麼四兩 一兩多一兩 六公克啊 對啊有一兩 一兩三十七點五克啦 三七五 三七五克啦 所以這一兩又多一點點 一兩的香菇 二九九 請問他那個墨 請問一兩的墨 應該多少錢 再一兩墨 應該好像一百多塊 四幾塊 啊七五克的墨 六十塊 真的喔 一斤好像兩百多塊 我去一斤 看哪邊賣的 看哪邊賣的 有機的喔 請查一下有機木 好 不要我買到那個是通大家 好像是 要給的 我是一次買三十二斤大包 那也是要外銷之類的 有一陣子很流行刺激 有一陣子很流行刺激 45克 二九九 那這個就可以整除了 這個三百克 三百克就半斤啦 那他就 這一種喔 你看他的做法就是 我就是要讓那個 這個是比較小點 那他這也是這個 可能又不一樣的包裝 基本上來講 你看前面那個包裝 你把它包著你看 他有分喔 二L L 有沒有 一樣 他這個 跟前面的大小是一樣的喔 但只要用成夾鏈帶 就變得很便宜 有沒有發現 那幾號 就變成夾鏈帶就很便宜 你去把它算一下喔 那個 前面這個二L的 你去算一下前面的二L多少錢 二L九十克七百五 那這個大概乘以四倍喔 七八五十克四倍 你看這個 用夾鏈帶包 二L三半斤一千八 一千八還是很貴啦 那是自用的喔 不一樣自用的 對 對 所以他這個就讓你 這個可以讓你自用 那你就半斤一千八還是很貴 因為一斤一千八就可以買得到了 那是半斤一千八 我這邊又寫了 售價較合裝一百三成 然後再來是這個 一模一樣喔 自己 所以又不一樣 這是三十克的喔 這個叫做料補 一二五十九元一包 他說你買四包就兩百元 他說我七零包其實一包的價格 應該二十塊三十塊比較剛好 當然他一樣有品牌之後 就可以買得比較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一個 東斧還有斧在一起的 就是火金斧系列的 他把東斧跟木耳包在一起 就兩包東斧嘛 然後一包那個木耳 這是一百五十克嘛 賣八十五 八塊的系列 這叫五斧的 他告訴你這叫五斧而已 就是檢驗合格的五斧 這也是一樣喔 五斧的乾東斧 這種不同的包裝 最後一個是這種 好運布喔 這叫開工包 賣兩百五 蠻貴的喔 因為我們知道只有一個的價格 如果不加上這個盒子的話 還好 而且那個網路上買 預備要自己布喔 那這邊他有一些通路喔 我們看一下他在什麼地方賣喔 這行銷怎麼賣呢 整體還有富二次餐廳喔 我們知道有一些餐廳喔 他強調的就是說 我是照顧小朋友 像這些都是好修啊 這個美蔬菜 他這個在做那個製作工廠 他自己有開的家 他還有吃米貢 貢子 那還有一些有去照賣店 他也在賣 那還有生鮮超市 還有免稅店 那接下來賣到旅館去 那賣到這裡 我們現在也在幫他找一些通路 譬如說像那個 手工廠中間之前 跟他幫他 應該會完成喔 雲品可以賣喔 那米雲品 這同一個幾百元 他接下來 直接賣到消費者喔 一樣還是用網路購入啦 那他自己在松菸 成名有個自營店 網路購會蠻多的喔 那至於海外通路的部分喔 他希望 他有一個代理上 在幫他衝喔 再朝中國大陸 新加坡馬來西 那他們傾向於不上當地的 這個自帶 大家早點去賣喔 好 這裡面呢 也包含了這個 這個 在海外賣喔 那目前海外的市場喔 這邊沒有什麼 海外市場 你可以站立什麼而已 賣到不外卻大概站立什麼 這是他的一個品牌喔 他的Logo 藍特蘇爾就是 路角長出相夫來 然後這裡 他告訴你 他的目標市場喔 40歲左右 重視健康 講究食物 這是他老闆自己講的 他這裡講故事喔 這裡 他未來營運挑戰裡面喔 就是他的有機生產 還不足 他營收跟品牌已經 那以上的外賣就遇到 他真采造更不利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結束 那以後 你有對這個 路窯故事喔 或是我們介紹那個產品 有興趣好 你就直接上那個 YouTube看 找到那邊看完之後 你會知道他們在操作行程 好 那我們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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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